好往前刚刚说了 根据这个球的位置去封往 掉球要保护 然后呢 还要在我搭档进攻的时候 我要适当的保护我的位置 比如说来过去那边杀球 这个球很边对不对 那我很到位 那我可能不会去封这边 我可能会往后退一点 保护这边的位置 因为这个球太边了 根据自己脑袋的判断 搭档太远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保护另外一侧 那好搭档再往前走 到这个位置 杀完球上来封往到这个位置 我来封往 你的搭档都在你旁边了 我们的空障是哪 对吧 我们就 形成一个双压 比如说我来挡网 我挡网 好你后来 他要挡网啥 好再过来 比如说他挡网 那我们就形成一个轮转 这几天有练的 其实这个东西让你们练 他们不会像我这样 跟你们把逻辑盘得清清楚楚 他们也练 你要教你跟解释 他跟你解释很累的 我即使我先跟你们解释一样 对不对 我跟你讲盘逻辑 盘因果盘这些东西 讲到今天晚上也讲不完 因为这里面的逻辑 因果关系 每个球的战术变化太多了 你先别管 先让你这样做 让你把周围滴着 你先滴着 让你打往上 你就先上 你在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上可以帮我的搭档冲上进攻机会 就所有的训练 理论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是要自己在练的时候 在打的时候 慢慢的去悟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们打双打的时候 你们尽量的还是要多讲讲话 要沟通一下 你们打双打 那个沟通太少了 这个小贵谁接 这个小贵谁接 你要沟通的呀 比如说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你在后面去 我在晚天凤凰 对吧 拨了个腰 拨那 或者拨那 很多情况是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你以为我要接 我认为你要接 还有一种情况 晚天这个人最搞笑 他一跑出去 哇 太远了 又跑回来 他一站一动 他觉得你在干嘛 对吧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呀 其实 其实我还是回来刚刚那句话 你要当一个情商高的 大家爱你的人 那怎么呢 是奉献 对不对 你想这个球 我们抢到了 我搭档怎么样会去接这个球呢 你站在这边 他会认为你要接 对不对 那个球是不是出现那个位置了 一出现我不接是吧 我就好 我就轻轻的往前走一步 你才他会不急 对不对 你不能一想到你自己啊 比如这个球过来了 我走了 他肯定去接那个球了呀 你不走 你在那边站着 你站着还算了 你还骗你搭档 你还跑出去再跑回来 那你这是一个高情商 大家会喜欢你的人吗 你这是低情商啊 对不对 高情商是 哦 我不能挡着我搭档 我搭档这样打得舒服一点 对吧 那这种事情 在对打当中 那非常常见 怎么去避免呢 讲话呀 对不对 所以万一这个球 我一遍一回来 那很多我跟他说 我说你要接他 我说我怕 他说我怕后面人能打你 我说他为什么要打你呢 他跟你有仇嘛 你在这个位置 他这个位置 你要出去接 你就大胆出去接 他可以看得到我的 对吗 他是不会打你的 除非他真的跟你有点仇 那你做人有点问题 你要思考一下 对不对 按道理来说 你往前人抢球 是大胆抢的 你想抢要抢 但现在就是 问题是你抢你没错 但是你不抢的时候 你要让到 你不抢你要散 你要走人 我不行 我走人 我往前走也好 我往哪走都行 现在抢都挺积极的 你知道吗 我要弄死你嘛 对吧 大家都是低情上的选手 啊我要得分 但是一旦碰了不抢的时候 大家就不动了 也不会给你的队友浪的通道 也不会跟他沟通 这些东西 都是要在比赛和训练当中 要多尝试实现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随便的聊一聊 大家你们等一下可以感受一下 自己感受感受 然后再在训练的中当中 有点方向感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 好吧 我们接下来 感谢观看